亲手种下了小树苗 安全的堡垒中 孩子拥有了免于恐惧的权利 的确 一场地震是危机也是转机 两年前的这场地震 让四川的重灾区面积超过十万平方公里 这几乎是三个台湾的大小 正后中国也开始了 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灾后原件行动 这其中包含了中央援助 原件省份支援 也就是所谓的对口原件 再来就是来自于各国民间团体的援助 其中慈济基金会在川阵后 任养了13所中小学 地点跨越了德阳市 绵阳市 成都市 亚安市 带着九二一地震后 三年内援建51所学校的经验 慈济来到了四川 观念技术的差异 考验着慈济人 也考验着承包商 不过想要为孩子 打造一座安全堡垒的心意 却是一致的 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 来到了中江县的光明村 慈济原件的91户家屋 已经完成了 一个几乎全毁的村落 如今有了全新的光景 红土夯的土房子 已经倒成了废墟 这里是四川中江县的光明村 光明村历来是一个贫穷的村落 早年因为穷到连砖块都买不起 先民就发挥智慧 将红土做成红土砖来砌墙 红土砖房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风景 而且住起来冬暖夏凉 历经百年不衰 可惜却也熬不过强烈地震的摧残 原本在外地打工的周健林 地震后赶回家来 房子倒了 他无力重建 只好用茅草搭了个检疫房 种点蔬菜养活家人 不过苦中作乐的是 他的新婚太太 已经有了五个月的身孕 您说你想生女娃还生男娃 我喜欢生一个女娃 为什么 怎么说呢 我觉得女娃吧 在以后吧 它成长当中可以说 傻超一点心 生第一胎辛苦不辛苦 还好啦 光明村其实是个迷你小村 村子里有两百户人家 因为地势高 无法迎娶灌溉 所以一直是重点扶贫的村落之一 周健林一家人 就生活在这样的村子里 所以想要靠自己的能力修新房 恐怕是遥遥无期 透过县政府的引介 慈激人有机会踏进光明村 观察受灾情况的同时 也试着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有一个体育 有一个体育 这个是这样子 他八十岁 他那个他自己盖的 他都可以自己盖 帮我们介绍一下草泡 八十岁啊 八十 好 八十岁 有这个吗 你这个 就用几个给你看看 搅拌那个稻草以后 再拿起来是不是 村民所能做的 就是用红土 混上了干稻草 来修补房子 这样客难的方式 让前来勘察的慈激人 决心要做些改变 来 直接来 来 大梁来 经过数次的评估 慈激人决定在光明村 圆建九十一户房屋 而且是以砖头 水泥和钢筋 所搭建的两层楼住房 在光明村 这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景象 喜欢 感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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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的三月份 正好是春天 再度来到光明村 湖光山色依然美丽 但巨大的变化 却已经发生 好 以前呢 以前五岁这儿的 好 那个同学 他们一起回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走下面过来 也是我忘记了 我就走下面 我有孩子在这里 把门打开的时候 你们什么以为 都要我才知道 原来新房子在那边 这就是会让陈英迷路的新家 也许是与过去的红土砖房差异太大 让她总是无法相信 崭新的房子就是她放学时该踏进去的地方 09年12月底完工 两层楼社区型集体住宅 是标准的现代化住房 每一户都有客厅 卧室 位于设备和干净的厨房 那时候我看下 我要上天的第一天 我以为这是一面镜子 从来没见过发亮的地砖 这可让农村里的小女孩开了眼界 现在她一天要拖上两次地 目的就是希望能保持干净 新房不只是一个房子 它还让光明村里的人们 有了全新的思维和生活模式 新房子它里面都是要干净一些 灰尘没有那么大 当然要把这些地砖干净 让人看见自己也可以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庭里 陈英的读书生可是中气十足 有了全新的房子后 不管做什么事 似乎都多了一股动力 以前那个旧房子的时候 地人之前根本看不上这些 现在基本上没交没付吧 过春节的时候都贴上灯笼都挂上 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从心里面我感觉他们 从心里面非常高兴 嘴上没有说出来 那心里面肯定高兴 一年半之后再见到周建林夫妇 他们的孩子已经满周岁了 虽然没有如愿生个女娃 但这个小壮丁现在可是全家的宝贝 那我介绍一下你的宝贝 他们的老婆都买巧 我爱你 我爱你 看看吧 衣柜也是新的吧 衣柜是新的 到春节的时候回来买的 如果不买衣柜的话 衣服根本没地方放 不像那边 那边原来山跟铁丝也可以是吧 这边毕竟是怎么说 新房吧 刀刀少少买一点 房子那样是不是整个人 也会觉得比较清爽呢 对啊 心情开朗一些嘛 大家高兴一些 每天早上起来看干干净的 是吧 多舒服的 一种感觉 像生活啊 卫生啊这些肯定比以前好得多 是吧 像以前根本没办法弄 说实话 条件是那个样子 是吧 现在条件好了一些 肯定也好搞一些 是吧 因为慈记的元件 周健林一家人有了新房 更重要的是 他们没有因为房子 背上巨额的贷款 这个结果让他选择在离家不远的成都打工 虽然工资没有沿海高 但每个月能够回家看看孩子 是他最大的幸福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多挣一点钱 成一点钱 就是把孩子的条件创造好一点 我自己都无所谓 没关系 那一点也无所谓 主要是考虑孩子 让他以后条件好一点 多学一点文凭 是吧 对他以后工作啊 什么都会起了好的作用 如果不修这样的房子的话 根本不可能改变这个现状 就是因为房子改变了这一群 谢谢大家 我愿意